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負責在社交媒體上 令更多人知道社交媒體上 或更多人的注意力在社交媒體上 社交媒體上有很多不同類型 當中最主要是設定一個主題 主題是統籌所有不同範疇的同學 跟著主題去做 我們這次在最終年項目的角色 就是幫設計者設計六個產品 是時尚服裝備 我們會製造一個製成品 大概是六月中會完成 我們是購買的角色 主要負責就是選擇當季的產品 去進入一些貨品 去製造我們的Port Store 我們就做了Port Store的設計 設計大我們也要製造出來 所以就做了一個縮小版的模型 這個項目是真的可以用回 我們兩年的功能 包括Photoshop、AI當中的東西 這次這個項目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我身為一個設計師也好 或者一個品牌的創立人也好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我嘗試去領導一個團隊 所以我品牌剛剛起步的時候 是需要很多不同方面的團隊去配合 尤其是你們有不同的Buy-in Team、Sourcing Team 還有PRO 因為其實品牌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什麼都自己做的話 其實都頗吃力的 其實他們每一個都非常有心 看到他們的熱情都沒有減退過 所以我都頗開心 因為這次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真的可以開一間實體店 變相整件事已經不再是智商坦平 由策劃開始到實踐到 最最後完成這個pop-up store 都是由學生去策劃的 HKDI的學生幫助我的地方 包括有建立一個品牌的名牌 一個品牌的形象 推廣、市場 甚至他們會幫我發展一個 是他們設計的衣服 其實學生他們會有很多不同的創作性 有些我會想出來 我覺得不可行的地方 但他們會很努力地肯定 告訴我 喂,可行的 你可以做的 然後他們會很努力地實踐那件事 放在你面前 告訴你 其實是做到的 HKDI的學生幫我 在社交媒體上 或者在網上發揮很多創意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幫我 推廣這個信息 或者把我的系列 介紹給更多的人 在這個項目中 我覺得熊學是十分有趣的 而且他們很懂得去 實踐我的方法 以及很懂得如何去 演繹我的主題 因為我SS16是說 一個是傳統的粵劇 而他們也很懂得如何 去平衡傳統的東西 所以整個過程中 我是很有驚喜的 我覺得這次學生的水平 比我想像中更專業更好 亦都放了一刀心機下去做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一個 很好的experience 可以看到原來香港的學生 是越來越好的 Fashion is much broader Fashion is an industry And the industry is not only the design part of it And that's why this program is so interesting Because again, it overlook all aspects from retail, from visual merchandising but also from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sourcing which are sometimes overlooked 我覺得很全面 因為你包括最主要所有的 那些環節部分 可能你做的planning emergenizing VM Marketing 都有包括到 學生可以很平均地 可以將他們的學習 然後帶到他們 去commercial World去做 這是很值得的 其實他們想到的事情 其實真正是我們做retailer 會面對到的 我覺得學生在發揮之餘 其實老師給了他們很多guideance 這樣東西是很好的活動 是很欣賞的 其實看完所有學生的presentation 我覺得是完全out of expectation 本身打算學院派出來的同學 會不會比較至上達兵 會不會跟現實有些分別 但看完所有同學的presentation之後 原來發覺他們是很understand 現在的business 在外面 和PRO和Marketing的需求 第三 當然跟我的products 和時裝設計很有關係 但是其實 當你貼近這個business 你就發現 其實它只是一個步伐 或者是一個最初的開始 其實你之後 其實是 For一個時裝設計 其實它包括很多步伐 當然剛才說的 PRO和Marketing 你的VM 你的Store Design 你的operations其實也很重要 我們經過一年籌備 最想見到的就是 最終我身後這個PRO的聖誕場面 令我們學到很多東西之餘 再看到這個真正的成果 我自己也很感動 就是 好像 一路老師給我們的指導 都是非常之有幫助 和很有鼓勵 就是我們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窩心 這個課程不單止是由書本上的知識 其實最重要是它當中有一個實習的機會 將來是有機會拿著這個名銜 或者是經驗去再出去運工 我覺得是幫助我更加大 我覺得採購和時裝品牌策劃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這幾年和HADR合作 我們都會製造機會讓學生去走到面田 究竟棉花是怎樣種出來的 究竟 究竟怎樣和學生合作 可以做得很好的有機棉方面 我覺得你們有這個軟件 和有這個魄力可以帶 學生可以了解到源頭的東西 其實我很佩服 我們很喜歡這件事 我們都合作得很開心 我覺得你現在做這個新式的 採購的教育方向 我覺得是很回應到這個社會的需求 Hong Kong DI 的同學 我都接觸過 他們給我感覺很有 passion 和很喜歡做時裝和雜誌 因為他們想認識更多關於雜誌的東西 來到我們的公司 他們可以真的接觸到 實況是需要涉及什麼範疇 或者是做什麼工作 讓他們更加多認識 究竟雜誌一行是做什麼 現在我在L那裡做一個助理天輯 讀DI的時候 學校的老師已經介紹了我去 去編不同的雜誌 譬如拔沙也有 L都有 那個公眾 其實都是包括要寫一些 Fashion Feature 可能要向一些設計員做訪問 也有很多機會 可能要去到國外 要跟一些不同的工作團體合作 VM 是一個 for my understanding 其實是某一樣的marketing VM 要做的東西 我們是要 promote我們的課 其實我們是要提供一個 一個吸引到客人的environment 一個storyteller 去告訴客人 究竟我們這件課 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你要買這件課 其實我們是一個signers的 一個educator 有一個專門的課程 去提供到這些知識 會比較容易一些 給一些 就是剛剛想入行 或者他是有興趣的人 至少他進來之前 他知道 究竟VM是什麼一回事 現在是西縣有限公司 旗下的Maren Mackel 做assistant supervisor 本身我自己是NTU到畢業 International Fashion Business 之前都是在high diploma升上去 現在來講 其實我在原方的Maren Mackel 做店長 當中除了operation的事件 還有一些訓練 或者我們有時候都會參加 一些buying trip 那三年VTC的訓練 好多數都是一個 類似是一個開啟的藥士 即是告訴你 未來你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東西 你要怎樣去學習 因為始終時裝這一行 是一個很日新月異的行業 不同的時候 基本上都有不同新的知識 那你在哪裡吸收這些知識呢 還有你究竟 基礎打得好不好 如果你的根基打得好 你學的東西很快 吸收得很快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erry 之前在ivy裡面 就讀了一個fashion business 讀完之後 我有直升上去NTU 就讀了一個 International Fashion Business 畢業之後 我也有從事這一行 每一行的工作 之前在VTC裡面 其實學過的範疇 都是有些很基本的知識 其實這些基本知識 不要看少那些基本知識 其實出來 很多時候 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你上司 你 senior 或者你的employer 聽到之後 他會覺得 可能你沒有這一行的經驗 也好 但你起碼有個背景 其實它是方便了很多 以後的工作 亦都方便自己 其實他們都會很需要這一方面的知識 因為是支援到你以後的工作 包括可能有些是TESTA上面的知識 或者是merjanizing 你有一個概念 其實到時做事的時候 上手會快很多 我是在2015年 讀了一個 Fashion Branding Visual Merchandising 剛剛畢業的 我叫Hoping 畢業之後 我就找了一份VM的工作 在一間大的公司裏面 他叫Servion 現在正在製作VM 現在正在製作VM 不論是你真的要下手下腳 去砌一個Window出來 還是你很簡單的去砌一個Layout 都會對我的學習 甚至對我現在的工作都很有關係 所以我都覺得很開心 還有很有挑戰性 知道很多人都很想去進入Fashion 這個行業 甚至有些人知道是做Sales 但他們都知道你要做到辦公室 所以我都會介紹他們來讀這個 無論他們是想做VM 想做PR、Marketing 我都覺得這一科很幫到大家 Hong Kong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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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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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